不带这样的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来 我是不会走的 今天下午两天左右 一位老太太在街心花园附近 突然摔倒 只有一位小伙子伸出援手 将老太太背起送往了医院 小伙子 这大妈你认识吗 我真不认识她 你们要是谁认识她 赶紧通知她家人 让她放了我吧 爹 你也看见了 不是我不去 是这大妈死拽着我不放 我没法去 您看 我这衣服都买好了 这阿迪达的 这钱呢回头你得给我报了啊 我说大妈咱不带这么玩的 妈 我今天还要去相亲呢 您看 您看您看我穿这身衣服 这身衣服 我这是牌子嘛 牌子 你好这么帅 我跟您一个老太太耗在这儿 这合适吗 这当然不合适了 这 我说您有儿子吗 您有儿子 赶紧给你儿子打一电话 闺女闺女也行 孙女也行 给你打一电话吧 你松开我们 让我走吧你 我说大妈呀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大妈我跟你说啊 我真让我爹知道我没去相亲 他非得弄死我不可 说不定过两天 就跟你一样躺在这病床里了 你就饶了我 好 要说你这老太太呀 你也挺识相啊 周到我穿的 是牌子 肯定有钱是吧 我 行 行行行 我不走了 我在这儿陪你 要不这样吧大妈 咱聊聊天 聊聊天行吗 呆里是呆里 你们家几口耳儿啊 有闺女不 闺女结婚了吗 结了婚打算离婚吗 离了婚 你可以介绍给我呀 没事我 我对这离婚根本都没事 不当回事 我大哥还娶馆夫呢 不是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这二婚的 其实挺好的 挺体贴人的 可比那些年轻姑娘强多了 特别不好次 你希望 小伙子 还坐这儿干嘛 赶紧给你妈交住院费去 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 什么交住院费啊 她不是我妈 想推卸责任是不 不是你妈是我妈 赶紧的 病人不交住院费 我们可不接受啊 什么叫推卸责任 她真不是我妈 大伙子 你看啊你看 她这鼻子 还好她这脸盘 你在看我的 我这这眉毛 我这眼睛 这脸 你哪看出我们俩是母子 不管她是你什么人 赶紧去交住院费 不是她这不是我妈 凭什么我交住院费 那跟我都没关系我 妈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妈 你别吓我 你没事 梁姐 她 她是你妈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交住院费 妈 你摔哪儿了 你没事吧 妈 不对啊 这事又不是我干的 凭什么我交住院费啊 不是你干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那是在做好人好事 我那是 那是 那那词怎么说来着 大老爷们做事 敢做敢当 我 去不去交吗 不是 既然是做好事 那就好人做到底嘛 我 什么呀 你妈被人家给撞了 那是我发现的 把她送过来的 这下根本不是我撞的 不能是怪我呢 那是为什么要我 来交这住院费 我 今天 我就滥上你了 怎么样 这住院费 你是交 还是不交 交 那就赶紧去吧 行 我拽着就举钱 快去 那我去了 那 那 那 大妈再见啊 阿姨再见 那 好 你真行 抓住一个有钱人 帮我们家交钱 你就知道钱 嗯 佳佳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我找你有急事 要不怎么说咱们是龙凤胎呢 打娘胎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咱俩特亲 每次我一有麻烦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 二哥 你以后能不能有点好事想着你妹子啊 说吧 又遇到什么难事了 借钱免谈 得好事了 借钱免谈 什么事 我还没说我 但还没有不开壳 哪儿 那刚刚刚寫入就这么多人 говорю 但是你早有道德 四川地震一样 对那些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老人 献出我们一份爱心 伸出我们援助之手呢 应该献 一想到地震 我就想起了 四川 青海 甘肃 海地 日本 此景让我震撼 让我的心很纠结 是啊 真的太惨了 那如果我们不伸出援助之手 那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 和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又将是怎么样的呢 二哥 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捐了一千块呢 那都是我攒的零花钱 所以说嘛 我们要伸出援助之手 把我们兜里的零花钱 去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用 对 再给这位住院的老太太 捐上一千块 二哥 你认识那个老太太 不认识 那你这么晚 上我这儿来 让我捐款 去救一个 你不认识的老太太 只要人人都显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停 二哥 你累不累呀 绕这么大圈子跟我说这事 你就直接说 家 献出你的爱心吧 去解救那些记忆苦的人呐 什么呀 我说的是认真的 我说的是实话我这个 你说的都是实话 没有一句话是假话 那从小到大呢 你最老实 这说假话的人 就是我和爹 把你还我 来 我开门了 来 别怕 干什么了 没事 欺负我 站这 我这花钱啊 让你上电视上的详情节目啊 你咋就不去呢 爹啊 我去干大事去了 干什么大事 如果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无依无靠 无儿无女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连住院费都没有 你觉得可不可怜 可怜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像四川地震一样 伸出我们的援助双手 献一份爱心呢 一想起地震呢 我就想起了四川 甘肃 青海 海地 日本 这些都让我震撼 让我的心纠结在了一块啊 太残忍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你是否考虑 伸出你的援助双手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呢 应该呀 爹 四川地震的时候 您捐了多少钱 五千块 这不多呀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 就捐了五千块 您就不觉得惭愧吗 惭愧 那您是否愿意再伸出援助双手 弥补那次惭愧 给老太太再捐一千呢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去吧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爱的老太太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在路上认识的 在路上认识的 就要卷塔一千块 是你自己想要吧 爹 要不这样行吗 你把我那一千二百块钱 还给我吧 不是 爹 这真的需要点钱 我没骗你 不是 这需要点钱 你跑 要不然是你不要回来 爹 二哥又上您这儿骗钱了 手败越来越狐猜 一般人还石不破呀 您别跟他生气 也许他这次是真的呢 他有几回是真的 爹 我去走 坐 看你这几天 好像是有咸嗦 能不能跟爹说 没有 坐 你是不是 想中那个孝子了 你要是想中了 也想那个孝子要想中你 爹倒是有几个办法 那你不说 我从不管了 爹 我 我喜欢他 喜欢就只是 你走 你心里边有什么笑个的 你爹知道得扯扯处处 可是 帮喜欢有什么用啊 人家是城里人 还是局长的儿子 局长的儿子咋 你爹 还是这个旧楼的大老板 本人说是局长的儿子 你凑是市长的孙子 爹也帮你把他拿下 爹 我见过他妈了 他妈特可怕 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他妈一点都不行 他妈三头六臂 哪吒 哪吒不是女 母夜茶 母夜茶 爹也有办法 让他服服帖帖 喜欢你 爹 那您有什么好办法 办法到底算 毛主席说过 在战略上 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 要重视敌人 敌嘴 我炮 敌炮我嘴 说得了你也听不懂 我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争取一招之胜 还好 别闹 干活呢 去去去 后子 电视头一回看见你这么热情主动的干活 这可是千年不遇的大司机 张建叔 这是不是地震前的前兆 我还真希望有地震 这样就有人给我捐款了 那你还接着干吧 我这平日里看着你好吃难做 动人看见你这么干活 那这行李不踏实啊 爹 爹 二哥这是怎么了 疯了 把你手机盯了一下 猴子 你过来 爹跟你说 不要管查一个地方 这个天花瓣地面都可以查 是吧 回头我来见诚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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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